彭兰实现雅极征集缘起 书画艺术做久了 时光匆匆而过 猛一回头 庞扶依然驻足在从前的脚步中而无法脱胎换骨 眼看这个非要的新时代 所谓的多媒体 数位 急速的发展 带动了人们走向快速的生化空间 因而人们对艺术的观感 也有了不同的转变 对书画水墨的抽象意义 似乎也受到环境的不同影响 而必须走向创新之路 此时若是再度迟疑 忘了随时代调整脚步 重新定位 时间将不再等候 因此 为了使原有的书画价值观不被绷解 必须产生新的书法绘画新元素 符合新的社会环境去行动新的观念 才能使作品表现出新时代新面貌 因此 十个好朋友开始结盟 命名实贤等贤非等贤得贤 都是贤于贤 总而言之 要用新头脑 把己练就的功夫本事 拿出来重新排列 组合 成就一个新出发点 形成新舞台 让笔墨畅所欲言 快乐无比 邱敏华竞邀2019年3月3日正式成立 邱敏华 台湾新世界文化艺术协会会长 中正纪念堂国画老师 许瑞月 桃园市大地艺文学会会长 原志大学中语系国画老师 陈玉群 教育心理研究所毕业硕士毕业 中华大汉常务理事 潘良泰 油画家 精于人物画像 户外写生 摄影家从事专业摄影多年 欧东华 前国立基隆高中校长 华泛大学东方人文思想所博士 吴秋林 台中市书役创作文化交流学会理事长 业于书法家 林慧莲 中国诞宁书法学会理事长 新北市书画教育学会理事长 陈丽雀 中华化学美术协会创会长 欧豪年教授画师助教 国父纪念馆山水花鸟班教师 台北市信义社区大学美学国画班教席 关志宇 台北市中国化学研究会理事长 国际青商会全国特有会2009总会主席 台北市书时国际统计会2001会长 徐万灵 宜然化会指导老师 前华线艺术中心主任 港澳台美术协会理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